自2016年起 马来西亚巴生司机志工 在永安镇及时达安南 共修处举办超金班 屈指一鼠已经办了100次 每一笔画专注当下 定心去杂念 也学习放慢生活步伐 这个让你感受到很多 我们心里的起心动念 比如你当心比较口罩的时候 还是杂念比较多的时候 你下笔都会比较重 会比较乱 因为我们就在从超金中 感觉到实时在调自心的内斗 超金班获得热烈回响 78岁的王玉庄虽然不识字 却同样超得满心欢喜 在家里我的孙子大了 想东想西也想也烦恼 他们师姐跟我讲来的心 超了开心 都市快节奏生活 思绪容易躁动 趁着周末参与超金班 调节身心 也让活法润泽心灵增长惠命 大约新闻刘海人带回答 马来西亚报道